收看Fabric的系列课程 我是Ray 在上一讲 我们有一个比较感性的概念 就是认识了这个Fabric 但如果大家还是觉得比较模糊的话 那么在这一刻里面 我们倒不如先给Fabric做一个定义 把它暂时定义为一个自动化的任务工具 而在这一刻呢 会更偏重一些时操性的内容 因为在上一讲 我们的这个理论性名义还是比较多 但写代码的话 就会让我们更容易进一步的加深 对Fabric的一个认识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课呢 主要有两个方向 一个呢来去用代码 去构建一下我们这三大环境 一个是开发测试和部署 就在我们上一讲讲过的 然后怎么通过Fabric来简化 甚至达到一个自动化 这个三大环境的目的呢 那么在这里呢 我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我在也在卖学院的另外一个课程 是关于Flex的入门开发的一个课程 就是说我会使用 大家会去看 我会在这一节里面会建一个Flex的web的项目 但是呢 我加入到Fabric里面 来把这个过程的简化掉 首先在这里我已经建立好了 Fabric的一个环境図 只要你一打Fab 那么它就会把这个指令的一些相关的参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指令行 那么具体这些参数呢 我将会在以后的课程里面慢慢来一个一个的去给大家解释 那么这里先跳过它 好我们第一个目的 我们要建立一个Flex的一个工程 那么最常用的就是这样做啦 这个是空的 我们只有一个虚拟环境 我们要有Flex的几个标准的目录存在 一个是Stick 一个是Templates 建立这两个目录 然后有一个组的程序入口 我们都知道这个Flex是一个最简单的框架 一个是一个微框架 我只需要挤行代码 我们就能让它给跑起来 那么简单的来写一下这个App的程序 那么这个Flex我们做好了 然后呢把它运行一下 对了我这里还没有安装这个Flex的相关的包 我们需要在这里去安装 请大家记住我的所有的每一个细微的操作 然后在后面呢我会用Flex去替代这些手工性的工作的 这里有些修改 那么我这个Flex的工程呢 我就建立起来了 把它运行好 本期地址 本期地址 然后再五千 那好了 我们看到 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最简单的Flex Web程序 那么这个工程呢 其实大家看到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 我只是建了两个目录 然后呢也建了一个入口程序 那么我们在这里 因为我们课程比较时间比较短 有限 大家呢就需要在这里发挥一下想象 我们这里只是一个最简单的那个程序 如果我们再做一个很比较大一些的项目 那么可能我们要建的这个项目的目录啊 结构等等东西呢会相当的多 完全远远不止这个Stake和Template 这么两个目录 还有一些组文件 还有一些什么蓝图啊 等等等等等等 那么整个项目结构下来可能也并不小 而且呢如果我们在开发各种同质化的项目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文件结构在我们项目 各个项目里面其实要做的事差不多 那么就会出现我们在不停的重复我们刚才在建立项目 各种建立项目文件夹要配置各种的依赖包安装的东西也不少 那么怎么来减轻这一些过程呢 让我们把这些很无趣的重复的操作呢 用电脑来给我们制度化完成呢 那么在这个时候Fabric就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我们在上一讲里面讲过我们需要一个要运行Fabric的话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Fabric file 那么这个File的结构大家不贴急 我在后面有专门的课程来去细讲整个Fabric file 我们怎么去写 但我们有开始的时候我们离不开它 所以先建几个文件 我们希望创造一个任务 建立一个任务呢 能把刚才我安装Flex 去编写App这个文件建立两个目录 那么我们在这里做了四个动作 我把这四个动作能不能通过一个任务 全面一次性构造出来呢 而取代这种无重重复复的操作 那么好 我们就来完成这个工作 我们刚才说了建立任务的 我们来建立一个叫setup 好像是setup 而且我们直接用一个 setup会跟python的一个setup工具 可能会有一些冲突 那么换一个名字 你叫stop 我们建立一个这样的任务名称 它主要的 我们刚才所说了 它的工作就是第一 它还有作为DIR的动作 第二步它要做的就是 加入这个install一个flex 然后呢给我编写 一个app.py文件 那么其实它做的动作就是这三个 最好呢 做完这三个以后 你可以给我startup这个web 那这三步我是希望这个startup能够做完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要做首先第一步 上一个课我们有讲这个 那我们要去把从这个fabric tools的这个包里面 去把里面的一些工具 我们要import进来 其实fabric呢 在它的设计里面呢 它有一些很特殊的指令 嗯就 都放在这个fab file tools的这个包中 主要第一个指令 我们要学到的就是叫local 这个local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在local里面去 从makeDRR 就是说我们建立我们的目录嘛 因为我们要建立stake 然后第二个呢 local的意思就是运行一个 本机上的命令 我们以后还会学到一个 运行远端指令的 一个函数 那么我们这个就放到后面再讲 那么我们建立好这两个 这两个目录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在当前目录下 我们要安装一个flex 那么也是一样啊 这里运行py 把它给装起来 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怎么来写这个文件 我们可以定一个模板对吧 因为我的文件比较小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做 那文件大的时候 我不建议把 不建议把我们整个模板 就迁入到一个文件中 我先存一下这个 因为这个东西我要考一下 这个内容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app的文件内容啊 我把它放在这个 f1文件里面 然后呢 那还是只是执行一个本地指令 那么 我只是执行py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 就已经把我刚才我们所做的这些指令化 我这里有一个引用的错误 不是tools 那我要纠正一下这个应该是api 应该是在api这个宝 这个是tools的宝 我这里提示了我没有一个 没有这个model nate 也不是fab 是fabic fabic 那这次对了 然后我们就发现 我们现在有一个startup的指令 然后要测试这个东西行不行呢 我们可以先把原来的这些文件都删除掉 好 先把 stay timeless和app.p1这些文件我们删掉了 好了我们现在这里很干净 没有没有这些东西存在 为了更干净一些 我们可以把 flex我们也给去除掉吧 好 这个好像是install 那么好 这里已经已经没有flex 没有这些 那么我只剩下那么一这样一个 有文件 直接就执行 这个是他 这个startup指令 好的 好这里有一个小错误啊 我没有把这个 文件产生对 我这里就是做了一个 模板的定义 我其实实际上是应该是做这样的操作 我应该通过指令用cat去 把这个文件写出来 重新来一遍 我现在发现了我中间有一些错误的东西 但是呢 本来想把这个部分剪掉 但正好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发现了一个重复性操作 我要调整这个东西的时候 包括我在这个课程我们 我 我是需要重新删除掉原来的东西再测试它 那么 既然重重复复的 我们要 我们实际上直接就可以做一个叫clean up 我来做一个这样的指令把东西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这个 方便我这个课程的讲述 但是呢 我希望通过这个事例呢 给大家一个思路 就是说一旦遇到这些重复性的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指令化 嗯 来去减少 减少我们的 重重复复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样的操作 他做第一个 然后 我们使用times 好的 我们 我们做了一个clean up 我们做了一个clean up 我把它先clean up 我把它先clean up 来恢复到原来的这个环境 嗯 然后执行一下 然后执行一下 stop 哦 哦 既然它不允许我这样去cat 嗯 我们就在这里之 不用指定化 我只用直接使用 write file的操作 可以 我把这个文件都用写到这个 文件内 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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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呢 我做另一个动作 就是说我把两个任务挺有意思的 我把两个任务同时来操作 反正我是打两次嘛 clean up 然后再start 啊 好的 我在这里已经做好了这一块 你看 这里是瞬间完成了 回过头来看这个有没有运行起来 你看这个已经ok了 嗯 在这里我们其实学到了一个东西 这个 flat这个指令 一旦我们去执行它的时候 还还可以把 这flat后面可以不断的去跟 按顺序来跟着我们后面的每一个 命令操作 啊 你一次性要执行多少 那么它就按顺序来一个一个给你执行下去 我们这里只有两个吧 我们历史给看看 我们有clean up start 那么以后呢 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 我只要把这个方法 我可以复制到你的项目里面 或者用其他方式把它组织到我的整个 项目内容以后 我的这些反反复复的重复操作呢 我已经把它给指定化了 我以后就不用再去再做这个东西 只是做了一个项目股价来构建 在这一方面呢 我相信大家就能对 整个fablic能做的一些小的任务呢 有一个认识 看完了这个完整的视频 我们就已经可以开始总结一下 fablic的特点 那么第一个特点就是它在 把各个python脚本 执行的这种 脚本化之间的方式呢 直接进行一个任务化 把集中的组织在一个fablic的运行环境内 而且呢也可以简化掉我们很多的这种脚本系 脚本呢和shell之间的交互性的这种操作 那么 今天的这个课程呢主要先介绍到这一块 那么后面呢我们还需要 对fablic更精彩的另一大特点 来进行一个探索 那么来了解它在对远程处理 这个时候与其他几个类似的任务 任务工具呢 所不同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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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你